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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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那個Izac 一樣 我的台語也不太好 我記得第一次用台語講到 那是1994年好像是 那年我去了洛杉磯 在台福審學院 那時候還叫台福審學院 周淑貝牧師請我去講到 我說我是台灣人的 但是我不是在張朗教會講到 沒有用台語講到過 他說沒關係 我們教會用國語講到就可以了 好 結果都準備好兩堂 台語兩堂聚會 第一堂跟第二堂 我用國語到 當然寫下來都是一樣的 只是講出來不相同而已 結果會前禱告完 會前禱告之後結束說 那這一堂用台語吧 我一聽到臉都綠掉了 完全沒有預期 所以我都不記得那一堂 我講了到底是國語還是講的是台語 講完以後呢 他說 弄得清楚啊 我說是啊 我自己都聽得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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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 那麼多年沒講台語了 真的是不容易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在讀者文在上看過一個 有關西亞圖的笑話 一個有關西亞圖的笑話 據說是真實的 他就問他說 Hey kid 你們這裡到底什麼時候會天晴 這個小孩子說 Sir I don't know I'm only six years old 我昨天來的時候 好像沒有看到什麼太陽 今天好像一點點 我在旅館裡面 我看著窗外 大概不到一分鐘時間 今天我看到一個非常客氣的太陽 我本來以為是月亮 那一分鐘就沒有了 那一分鐘就沒有了 那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那到了今天 好像 還沒有看到太陽啊 據說明天也是這個樣子 我走了以後好像還會天晴一下 雖然是 我不是six years old I'm only sixty years old 我當然就是開玩笑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神呼召我們要做什麼事 昨天講到 神呼召摩西是讓他 起來承擔 他覺得他自己不能做的事 神為他成就了 那我們今天我們招的人 會不會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呢 我說是的 我對各位的背景我不知道 但是就憑各位可以坐在這裡 住在一個一年可能有150天是 陰天下雨的西雅圖 差不多150天吧 可能還不止 那 因為雨多所以 樹木很清脆 這裡冬天比神呼召還暖和一點點 你們的最低溫度 還很少超過四十度以下 神呼召還有時候到三四三度三四度 所以就憑各位今天早上能做這裡 我可以斷言說 你的身上有很多神的恩典 我想有沒有反對的 如果你有反對的 我相信你神給你豐富的祝福 麻煩你把那些豐富的祝福 拿來奉獻給我們神圈 我們非常需要 這是事實 今天我們能夠在有一棟好的房子住 不管你房子多貴多便宜 只要有一棟房子住 你在全世界就至少是半數以上了 遠遠超過半數以上 全世界有一半人以下 是沒有自己擁有自己的房子的 生活條件甚至你不能想像的 今天我們可以在北美 這樣一個舒適自由 而且相當富裕的環境裡面 來生活 你們大概全世界大概 在百分之五十年 你說不是不是 我們是在百分之一之外 對嗎 華爾街那些人是百分之一 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沒有錯 你是你可能 我對不起 我這樣有點輕骨骼 所以我們當中有人是百分之一之內的 我不知道 人不可貌相 你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大多數人是在百分之九十九裡面的 但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當中 現在有七十億人口裡面 你肯定是在全世界的百分之五之內 你受過教育 你曾經用好的工作 你現在已經還有存款 必要的時候你還可以拿出一些錢來過生活 不吃不喝的 不工作你都可以撐個三個月五個月 華爾街的標準要至少半年 對嗎 突然之間沒有任何收入 你可以維持半年的生活 牧師就不一樣了 牧師是靠心心過生活 我現在如果說突然之間沒工作 肯定是撐不到半年的 但是華爾街標準很高的 甚至有人 他很長久的時間不工作 都可以過生活了 我在灣區去帶領聚會 兩年前 碰到一個年輕人 三十四歲 還不到三十五歲 就跟他聊 我跟他很有心在追求 那你現在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放了一下工作嗎 他說我沒有工作 我這裡也沒工作 都不是 我就不用工作了 三十四歲 他本來做什麼事呢 他說我以前是Google的高級工程師 退休了 沒什麼了不起 他如果開發一個好的程式 如果是公司給他股票 他真的退休了 我看他開了車 挺好的車子 我看他彈起來 他是很過得去的 三十四歲 像華人很祝福 這門神的祝福 這是如此 我相信 今天我們在座每一位 我相信 神很多很多的祝福 那你想 為什麼神這麼祝福你呢 神有什麼目的呢 我們今天從 亞伯拉罕這個角度 我們來思想 這經文非常 你非常熟悉的 我們很快看一段經文 第一到第九節 第十二章 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 來思想 第一節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赐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於他 那咒諸你的 我必咒諸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亞伯拉罕就照著 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羅德也和他同去 亞伯拉罕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亞伯拉罕將 妻子沙來和侄兒羅德 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 所得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去 他們就到了迦南地 亞伯拉罕經過那地 到世間地方 魔力相處那裡 那時 迦南人住在那裡 耶和華向亞伯拉顯現 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衣 亞伯拉罕就在那裡 為他顯現的耶和華 築了一座壇 從那裡又遷到 勃特里東邊的山 是他帳門 西邊是勃特里 東邊是愛 他在那裡 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求告耶和華的名 後來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地去了 首先有幾個簡單的觀察 這裡講的是亞伯蘭 我們知道亞伯蘭 後來被神改名是亞伯拉罕 他是一個信心的偉人 神祝福他應許他的 他在一生當中從來沒有得到 他說走過的地 沒有一片地葉是屬於他的 而四百三十年以後 會賞賜給他的後代 但他等於是過乾眼 他走過去這個城 將來是我的後裔的 走過那個城 這裡西雅圖是我的 Value是我的 往南走 San Jose是我的 San Francisco是我的 但他都沒有權賺 因為他四百三十年以後 神才會賞賜給他 所以他一年當中東奔西跑 我不曉得你們生命經歷怎麼樣 有沒有人經常在美國搬來搬去的 我相信有 我也差不多 我在美國搬家超過二十次了 又將近三十次了 不是我喜歡 你知道你年紀越大 越不喜歡搬家 你每次搬家 重要不是在那個房子 當然對房子也是有感情的 你種了樹好多東西長起來 要跟他說再見了 但更難過的是 你跟他一群朋友 你不能常常見面 等你年紀越大 越難過 越辛苦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的人生如此 你想想 有一天你總是會跟你 最親愛的朋友說再見了 跟你最親愛的家人說再見了 想想心中也比較坦白了 所以我搬家搬了很多 我光這兩年到了San Jose 我已經搬了兩次家了 才兩年兩個月也有十二天 我到了San Jose 不算長的時間 我已經搬家兩次了 搬家是很痛苦的事 可能像到我的祖先吧 就是說我的祖先是江子牙 江上有功勞被封在履地 所以他的後遺就姓履了 那這個我搞不清楚 但至少在宋朝的時候 我的祖先是在浙江的金華 所以呂祖先宋朝的那個宰相 據說是個原祖 那是不是真我的祖先我不知道 台大教授、扎世傑教授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也是跟他講說 我們的祖先是金華、發祥、翻演朝章 殘章理學、少美文章 後來理哲學是我的 呂祖先就是其中一個門牌的開戰始祖 他說你的祖父是假的 蛤?太不客氣了吧 他說你們的祖先到台灣 都是窗帆亂來去了 到了去那邊開墾 家鄉實在是太辛苦了 所以千里迢迢過了黑水溝 到了台灣去開墾 然後後來發祭以後 我們應該紀念我們的祖先 沒有受過多少教育 那怎麼辦呢 去買一本祖父吧 我們姓呂的 這我只知道了 買哪一本呢 當然買最好那一本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賣好朋友 他鐵口說你那是假的 但是我相信那是真的 不管他怎麼說 那不管怎麼樣 當然我們到了台灣開墾都很辛苦 我祖父跟江子雅很像 他做什麼做什麼 養豬豬死了 養牛羽牛死了 種田碰到了颱風 隔內裡的颱風 田通通淹沒了 所以我小時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交道中路 所以從此以後 搬家搬很多 我弟弟也是 我搬家三十幾次 我跟他不相上下 雅伯爛就是這樣子 他搬家 但是搬家不是這個重點 你仔細觀察這段經文 祝福的出現次數是最多的 這裡 有空你回去大家可以看一看 祝福很多是重點 也就是說神呼召咬不乱 重點不是要他出沃爾而已 重點是要成為祝福 就是在沃爾要成為祝福 在不是沃爾要成為祝福 到任何地方走來走去 遍地裏群德的時候 都要成為祝福 這是神的心意 第二個 祝福的源頭是來自於上帝 如果你是去看這個句法的結構 每一次講到祝福的時候 主是誰呢 當然我們講祝福的時候 有兩種講法 說我們很門福 這是用被動式的 我們很得祝福 這是被動式的 但在這段經文裡面 只要講到祝福是 神說我要祝福你 我要祝福你 你知道我明白意思嗎 主動的是上帝 源頭來自於神 第三個 祝福是有代價的 待會再講到 祝福有代價的 是神給的 不是自己產生的 也只有神 可以給我們祝福 待會再詳細講 第四個 如果祝福越大 祂代價就越大 神給楊光蘭祝福多嗎 這樣哪有什麼大國 讓祂很辛苦 祂一輩子要跑來跑去 祂的國越大 祂走得越遠 如果給祂小國 或者給祂一個小小 一個房子 不用祂每天住在那個家裡 就夠了 如果給祂這個都市 祂這個都市也跑來跑去 祂的國要成為大國 將來祂的國要成為大國 祂就必須在這大國中 跑來跑去 神給我們的祝福越大 我們相對的責任也越大 這是必然的 那你喜歡哪一個呢 你喜不喜歡祝福變大一點 不過當然我們都喜歡 但是豬有祂的代價 祝福越大 代價越大 當然神為我們出了很多的代價 第五個 祝福要從自己開始 從自己的家裡開始 再擴起到 在整個更大的神面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神的祝福 神祝福的亞伯蘭 希望祂的後裔成為一個很強 很能祝福 很得神祝福的一個群體 那這樣的祝福 如果臨到個人 臨到一個家庭 或者臨到一個教會 會產生什麼現象呢 你產生一個個人 你說這個個人比較門福 是因為他的家產比較多 比較門福呢 對 這當然是 他的孩子很出色 讀的都是長春的大學 當然這也是真實的 或者事業非常成功 這可能是真實的 但是可能還有更多的祝福 或者是像我們基督徒平常當所謂敬重的 他一家幾個孩子 都奉獻 都當傳道人 很得祝福 他可能錢財不很多 傳道人也不能做得很成功 但他們忠心一輩子在神面前釋奉 那這也是很很祝福 就像SIM International 叫蘇丹內利會 所以你們對宣教稍微有多負擔 你稍微去研究一下這個歷史 當初兩個年輕的一個 三者人 兩個加拿大人 好像是 在二十 忘記他確實幾歲 二十六七歲 不到三十歲 他有很大的負擔 他要到沙沫南邊的地方去傳福音 但你知道 當時的福音工作 宣教工作是很兇險的 因為你福音工作 必須有很多很強的支持 比如說萬一如果宣教是生命怎麼辦 你必須有醫藥 當地信徒生病怎麼辦 你必須有醫藥 或者是那些木道朋友 甚至當地的百姓 在有生病的時候 流行病感冒 各樣的病症來的時候 你必須有醫藥 所以那個人就必須有一個 一個基地來支持這個 宣教士如果多了 那孩子要受教育怎麼辦 可能要有一個托兒所 可能要有一個小學 甚至一個初中來支持這個宣教士 所以當時撒哈拉沙沫里南 什麼都沒有的 完全都沒有 但這兩個人印象說 撒哈拉沙沫里南 這麼大一片河場 有這麼大的需要 有這麼多失散的靈魂 怎麼去支持他們呢 他們有個感受感動 要進到內地 就有點像中國內地會一樣 要進到內地 其他人說 實際還沒成熟 他說趕不及了 因為每天都有人 這樣死亡 沒有聽到福音的 所以他們就去了 去了 果然第二年 這三個年輕人當中 第一個帶頭的年輕人 就死於孽極 就死了 他的同工 就把這消息帶回去給他的母親 他母親是個很偉大的母親 他母親說沒關係 他只有這個一個兒子好像 我兒子沒有了 還有其他人 還有兒子的 其他人還有兒子的 如果他們有感動和看見 他們一樣可以去 所以很多人受到他感動就去了 蘇丹內地會就這樣成立了 所以一直到如今 我有幾個好朋友 他們白人 都是蘇丹內地會宣教師的孩子 現在就回到美國 來做很好的福音工作 跟教育 聖學教育工作 你不能想像 事隔百來年 兩百年 今天全世界福音發展最快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以為是中國嗎 不是 是在他們叫做Global South 聽過這個嗎 就是南半球 今天福音發展最快的 中國當然是很快 但是整個目前為止 比例還是最高的 是在南半球 他們宣教學把它稱叫Global South 就是沙拉沙漠以南的 你當然不能想像 因為非洲是個黑暗的一個地方 那你對非洲了解太少太少了 福音派教會 福音派的信徒在沙拉沙漠以南 還有Global South 在南美洲 他們那些福音派的興旺 超過你想像的 所以你能想像 所以當初那個年輕人 好像犧牲了太不值得 他去一年沒有什麼工作耶 他大部分時間生病 但是他開了個頭 神大大使用 這個是祝福 你怎麼看一個人的祝福呢 那我說看教會吧 什麼叫教會 是一個門神祝福的教會 是這個教會的預算很大 當然 預算大 我不曉得貴教會 預算多少錢 如果像這樣 一年有三十萬 五十萬 應該差不多吧 應該是很正常 都在大多位地區 假設有一天你們教會 增長預算到一百萬 其中二十萬用在宣教 那我想 這個比現在 可能更門福了 或者是 教會的人數 當然這都是祝福了 我曾經牧養過大家會 或者是說 算是華人當中的 所謂的小型的Mega Church 但是那個是不是真的重點呢 當然那是多 是祝福的 但是一個教會的大小 跟他成祝福是不成正比的 我自己在台灣所成長的教會 聖學會 很小很小的教會 但是後來變得很出名 出了一個唐牌生事件 聽過這個嗎 知道 有人點頭 我都不好意思說 那是我的教會 就是這個教會 教會很出名 因為牧師給過到監號裡面去了 偷挑新聞 那是我們的牧師 後來被我們的宗派給除名掉了 所以我現在 你叫我稱他為牧師 我覺得他還蠻奇怪的 所以 教會大小 跟祝福是沒有關聯的 是有關聯的 但也可以沒有關聯的 當時我在那個教會的時候 教會很小 大概只有六十七十人左右 上上下下 最多是沒有超過九十人 那七十上上下下 搞不定八十來人 那有時候比較少的時候 大概六十幾個人 六十五個人左右 不是一個很大的教會 但是這個教會很特別 神的一段時間 他動工 所以很多人有感動 那時候我年紀很輕 都是三十 三十 就是 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三十七歲 三十七歲 如果這樣扣掉 我們教會剩下一半人不到 所以很年輕的教會 年輕有好處 很熱情 很單純 很愛主 什麼都沒有 說錢沒錢 說經驗沒經驗 說學識沒學識 對神學 搞不太清楚 聖經還勉勉強搶圖一遍了 對神學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一個很單純的心 神這麼好 我們要起來侍奉他 所以 我是當時這個教會 第十六個出來 全之間侍奉的人 我的師母是第十七個 我離開以後 後來我搬家了 到台北去侍奉 我離開以後 大概 將近二十六七個人 坐來全身侍奉 有一點可怕 就是說 差不多是十六乘以四六四 差不多每四個人左右 就一個全之間坐來侍奉 換句話說 一二三 牧師 原來他是牧師 一二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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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傳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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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宣教師 那時候我們教會很好嗎 我老婆 我們教會問題很多 炒成一大團 後來除了躺開身之間 能夠好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為真理沒有分辨 神有憐憐 神有憐憐 但神願啊 神願啊 只要我們願意 那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所以你怎麼能衡量一個 這樣會門符不門符呢 雅伯拉還門符辛苦了要命 一輩子跑來跑去 每天都住帳門 沒辦法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 那是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今天來思想 雅伯拉這個典範 他七十五歲的高齡 神還呼召他 要離開他的本族 他的本家去 這個不容易 今天我想七十五歲以上的人 在座的人數也不是太多 大概只了不起 佔了十分之一 可能都還沒有 我知道 長老經理82 這個我知道 對不起 我把他的秘密講出來了 那其他的我想 到七十五歲以上 我看人數也不是太多了 那七十五歲 所以要離開本族夫家 他移民 那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 或者神要我們這樣來做 來彰顯我們的 對神的信心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在這裡有幾件事 如果我們悶高 神定義給我們祝福 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要去 這很簡單 什麼時候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帶領 就是要行動 就是要去 不用擔戈 所以我們意思是 A life to go 第二個原則是 我們 A life to give 我們是要給 第三個原則是 A life to God 是為神而活的生命 這是神給我們祝福 一個重要的 如果 有領受的 神給祂祝福就會更多 越能夠傳用神的心意 你越能夠賺祂祝福 我們現在就來思想第一個 A life to go 要離開 安蘇區 離開安蘇區是不容易的 我們多少人願意離開安蘇區的 有嗎 願不願意 有的話舉個手 我願意帶你回灣區去過生活 讓神學生你們侍奉 我們沒有人 如果不是很特別的理由 我們不是很喜歡離開我們安蘇區的 因為你很習慣 你很自在 你情感在那裡 你的舒適在那裡 你的安全感在那裡 你喜歡的東西在那裡 你任何東西你都是很自在的 你閉著眼睛都可以 什麼東西都能拿到過程你的生活了 神給你很豐富的供應 但是一個信主的人生要思想 有些時候我們太安逸了 有時候太安逸了 損失掉神很多要給你的祝福 你都不知道 你以為你很不錯 其實你失去了很多東西是你不知道的 就像C.S. Lewis講的 他講的很有道理 就看你的信心到哪裡 你能不能領受 他說很多人不肯信主 或者信主不冷不熱 對神沒有很熱的追求 像什麼呢 那就像一個小孩子 在沙灘上 父母帶他度假到沙灘這裡玩 吹著海風風和之力 藍色的海浪 然後海風吹到臉上 跳到沙灘 他在玩著一隻很小的帆船 帆船在水邊 因為小孩子他不敢到深的大海去 但他在水邊玩到小帆船 在這種很漂亮的 然後玩累了 可以到帳篷水底下去納糧 去吃他父母 為他預備好吃的東西 他生活快樂就不得了 因為是度假 他很怪我了 他有玩具 他有爸媽愛他 他有食物 他有美景 他很愉快 他覺得天地下 那已經比他上去好太多了 他很享受 但他難以知道說 如果他長大 如果他強壯了 如果他心智夠堅定 夠堅定了 他可以坐真正的帆船 出海 在那裡到 是一個不去旅遊 那比他在山南玩船 是不是比較好呢 你說呢 那你這個時候 叫做 嘿 你上了大帆去 我們帶你出海 你看他會不會下了半死 要明白意思嗎 今天我們是活在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我們覺得很滿足的 我們覺得是很好的 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呢 但你會不會知道 因為你沒有看見 因為你不知道 你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享受過 你怎麼可以想像說 你坐了帆船 我可以到中國 可以到非洲 可以到南美洲 你想像不到的 因為你就是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在你生命當中 你嘗過那美善 跟天空的滋味 你會說 唉 你現在是暗數區 還真是是暗數區而已 要有這樣的突破 不容易 但如果你願意 你可以別著了 請問 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心 需不需要冒險 如果不需要冒險 那叫信心嗎 天理下沒有那種信息 是完全不需要冒險的 我們當中可能有做生意的 請問做生意要不要冒險 不冒險的人 是不可能賺到錢的 我這樣講對嗎 你不做赤字預算的人 工是不可能成長的 我這樣講對嗎 雖然我是當牧師 我不是做行政觀念 但是行政我是有些概念的 生意我是有點小小的概念 這個我知道的 不是嗎 你不做赤字預算 你不聘行心 你不可能有所得的 你我的信仰生活 沒有例外 完全沒有例外 如果你不敢冒險 你得不到太多東西 如果你不肯冒險 你更得不到 因為你不肯 你那個人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 所以我就想 我當年在亞特蘭丹幕會 說實在 如果純粹是幕會來說 我當然很愉快 到現在我都預備接班要退休了 那真的是很愉快 你想 那邊的薪資當然是不如西安這麼高 但是那邊的房子那可不能相比 我當時用百分之十五的 教會給我的謝禮 我用教會的謝禮百分之十五 就可以養一棟三千田方尺的房子 很愉快 百分之十五 那是不可以想像的 那比食欲奉獻稍微多一點點而已 那就可以養一棟房子 愉快的 真是愉快的不得了 草地呢 很舒服 減草 不算減編啊 就光減編 退了減草 退了一個來小時 才可以把草降完 所以很愉快 每次在園中人散步 享受神的創造 很有靈感的 覺得神很祝福的 那想到 當然台副神學院他們等我等很久了 因為我先把他們的職業遲掉了 所以過了十一年 十二年 因為前後十二年 所以神感動我時間到了 教會已經底定了 所以我應該會去訓練傳道人了 所以我就把房子賣了 然後搬到了洛杉磯 搬到洛杉磯 我還非常的拿意 我說 買房子是很basic need 神應該會預備給我房子 要去那邊 我的師母 他常常弄這個 我沒有時間去管這個事情 他說 你大概是一輩子 這個是你最後一棟房子了 我說不會吧 我還這麼年輕 以後買不起 而且最漂亮的房子 他是很實際的人 所以你現在 要享受趕快享受 要檢草 要中華 要挖地 隨便你弄 趕快 你最後一棟 你可以住了房子了 我怎麼樣都不肯相信 後來到了洛杉磯 他講話 真是非常殘酷的現實 都是對的 我去看那房子 還跑到很遠了 你知道 學校在亞馬王吉利亞 卡利亞 Temp City很近 那是核心的濃精華的地方 你根本想都不用想了 所以跑到很遠很遠 開車要大概三十分鐘的地方去 我印象最深刻是看到一個房子 那房子的格局非常奇怪 因為改來改去 就是 怎麼樣都看不上眼了 他的大門 還用那個噴漆 Graffetti 畫了幾個 連那個都沒有塗掉 才要賣四十五萬 那是2006年 十年前差不多 都要賣四十五萬 我看了以後 我在那裡不曉得怎麼消化 我說這種房子 要不要進去看呢 勉強 進去看嘛 進去看裡面 那個地毯本來是紅色的 跟這個顏色一樣 但是我看它 跟豬肝顏色差不多 你可以看出來本來是紅色的 它原本應該是紅色的 那裡面的格局 那個東西拆掉了 那個爛木條都還沒拿走 這樣要四十萬 後來我得到一個結論 原來到加州 只有兩種房子 對我來說 只有兩種房子 一種是我看不起的 一種是買不起的 現在沒有了 所以我後來只要買一個小小的condo 當初檢查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才見完 後來呢 我要出草 很簡單 不用推草機 我用手拔 五分鐘之後就沒有草 那這不開玩笑 我有點不準啊 一開門就 就踢到樓梯了 因為房子很小嘛 看得很小 當初我一開門 要走到那個樓梯 還得走上二十秒啊 現在一開門 我就撞到樓梯了 確實是如此 離開安蘇區 不容易的 但你今天 讓我再重新做決定 說 即使那麼辛苦 我要不要離開安蘇區呢 我說當然 所以為什麼從 南加州 搬到北加州 我也來了 因為你常過智慧了 如果你只想過一個好生活 富裕的物質生活 當然這是很笨的事 但如果你要得到一個真正豐盛的生活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當初我沒想到會離開南加州的 這個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我尋求一個印證 回到神前面印證了 我一輩子只尋求兩次印證 第一次的印證 有些印證我不用尋求了 因為很明顯 但是有真正盼盛掙的時候 兩邊都可以 那不曉得怎麼做決定 神你給我一個印記吧 所以第一次我尋求 我人生當中第一次尋求印記 我的事後上的印記 結果我去聊大安大 我把四個聯證遲掉 兩個神學院 他們已經 我知道簽名 他寄了就已經給我了 我知道簽名寄回去 那就成了 那是神給我感動 應該先去募會 經過了掙扎了八個月 我把台富的聯證也遲掉了 所以就去了大安大教會 這次從南加州要搬到北加州 我又尋求印記 很稀奇的神說 那就到北加州去了 我在跟董事會在面談 然後跟我學校老師在談話 我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已經進加南了 因為加州南部 我已經進到印許 得地為業的地方了 結果我們一個教授說 牧師你知道 這個江南美帝呢 是在這個約旦河 聖河的西邊還是東邊 那是西邊啊 約旦河在東邊嘛 聖地是在西邊 所以呢 聖河西 沒有想清楚 所以 所以我就去了聖河西 這才是真正的進加南啊 我真的開玩笑了 那不管怎麼樣 南加州是我 那麼多年來以後 我從亞太蘭大到洛杉磯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喜歡洛杉磯 到現在為止 我從來沒有喜歡過洛杉磯 去了洛杉磯 是因為侍奉 是異象的關係 不管他們美食再怎麼樣 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不管怎麼樣 相對於我以前 在東南的亞太蘭大幕會 洛杉磯 不是我的暗數據 亞太蘭大才是 北加跟南加來說 南加州是我的暗數據 我已經在那邊習慣了 我在學校裡面 侍奉也得很肯定 哪個角落 哪個大花小事 我不知道還能 我不用花太多的腦筋 就可以把它處理差不多了 但北加是完全另外一個不相同的事 至少以前我負責花錢 現在我要負責募款 你說哪個比較愉快 但是暗數據是你自己在想的 對神來說未必是如此 我不曉得你的暗數據在哪裡 如果你現在覺得很自在的 可能就是你的暗數據 神或者要攪防一下你的陰巢 讓你覺得說 嗯 說明神給你的其他帶領 讓你有更高的一個層次的滿足 那是你沒有離開暗數據 你不會知道的 你不會曉得的 所以亞伯拉罕 他要離開暗數據 神告訴他說 你要去 你要離開 我必叫你成為大伯 他就去了 他立刻就離開了 你注意看在上下文所寫的 他沒有什麼遲疑的 他就照著吩咐 他就去了 這個是不容易的 七十五歲了 你十五歲的時候 你二十五歲的時候 從台灣 從東方到美國來留學 讀書 是很自然的 不是很容易 但不是太陽那麼大的困難 學校可以收你 這個感謝所 我們可以來這邊收裝備 或者來這邊 被公司派來這邊做生意 或者甚至你已經 有點成就了 所以到這邊移民 那都是 相對容易的 假設你今天七十五歲了 你再到這邊移民 我想那是困難 而且從零開始 這就是亞伯拉罕的信心 他隨時就來感恩 就來證明 所以他到什麼地方 他就主堂 他是一個很順命的 把握隨時隨地 就能夠感恩的 主堂不容易啊 主堂是見證神給他的恩典 見證神給他的恩惠 所以他到處都主堂 他能夠回應神的呼召 神要你去 就去 或者你說 現在我的年紀這麼大了 或者是 現在事奉這麼多 工會這麼忙 你可不可能還出去呢 可能的 就看你怎麼 分辨你的時間 假設你要做本地的宣教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 預算一個時間 我一個星期 Pledge 不用多 五個小時 好吧 我出去一趟 開車一個小時 回來一個小時 最多吧 那當中事奉三個小時 你社區的發福音單章 或者到社區的老人 去關牌他們 可不可能做得到呢 一個星期五個小時 可以做得到 一個鐘往 或者是兩個星期來一次 不是 有可能的 事在人為 看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動 你說 那在本地做得還不夠 我想出去外面去宣教 有很多人拿假的 或者你本來有假期 你一年可能有 三個禮拜假期 或兩個禮拜假期 我其中一個禮拜 拿來做短宣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很多人是這樣做的 而且 我相信你的經濟情況 可能許可 你不需要擔心這麼多事情 你可以做的 你可以離開你的暗宿區 什麼是你舒適的地方 舒適的地方 見證神力量通常不是很大的 你在很舒適的生活當中 要見證神 那力道有的 那力道不是很大的 常常你比較挑戰你 心心困難的時候 那個時候 力道才大 要不然不能要去 還要給 這個就更困難了 去還比較容易 要給 有些時候可能會被拒絕 好 問他這個給 而且是很甘心 對於的給 你看第五節 他去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妻子沙拉 跟兒子羅德 連他們在哈蘭的時候 繼續的財務 都帶往戰南地去的時候 請大家特別看到 這裡 他帶了羅德去 我在思想這段經文 如果我是亞波蘭 我不帶羅德去 你注意看這裡上下文 我們現在十二章 然後接下來就講他 接荒下一集 然後他聞得越來越多 到第十三章發生什麼事呢 發生他跟 亞波蘭跟羅德衝突的事情 對吧 為什麼衝突呢 因為羅德的牛羊很多 亞波蘭的牛羊很多 我剛剛信主的時候 我以為亞波蘭跟沙拉就兩個人 孤零零兩個人 後來越多不對了 因為他們人家大越大 他連那個 在自己家中 生咬壯兵 就三百一十八人 所以算算 我回頭再估計一下 大概亞波蘭這個家族 差不多一千 一千兩百人左右 羅德大概也是很多 所以人很多就 草不過用了 資源不夠了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如果我是亞波蘭 我看著羅德 他的姿子從小長大了 他什麼樣子的人 我大概知道了 對吧 後來果然出了問題了 你想 今天如果你七十五歲了 要到美國來讀書 上帝說 你把你那個 四十歲那個 那個 子子佛的藝品帶回去好不好 我要從頭開始都很辛苦了 還得帶你的子子 這樣明白嗎 而且這個 這個姿子還有點 不是很上道的 有點不像話 你想 長輩如果在 貨別在這邊 我想是栽培他了 有一天如果不夠用 這個姿子應該怎麼說 叔叔 謝謝你這麼多年照顧我 我就自己走 這個東西留給你 這還差不多 對嗎 後來他們出了中途 是怎麼選的 還勞動這個叔叔說 你看吧 這邊都是有草地 你先選 如果你選了這邊 我就選那邊 如果你選了那邊 我就選這邊 有這種叔叔 這種叔叔大家都要 這是聖誕老公公一樣的 結果羅德很不像話 很不懂事 他說這個青草地看起來比較好 這個是看起來是沙漠的 沒有很多好東西了 所以我選這邊 這次真是不像話 我相信有一天我在天上會看到羅德 我還是會這樣說他 真是不像話 照顧他的叔叔 等到大家都沒飯吃的時候 他說 叔叔 你自己想辦法去 這個地我要 羅德是這樣的 你說我如果從小看著羅德長大 我會不知道這傢伙就是這個樣子嗎 你帶他不帶他 如果是你 上的就是你帶他 你會跟上帝討價還價 你會跟上帝討價還價 如果亞伯蘭是很會討價還價的人 對不對 到了所得馬 鵝摩那時候 他很會討價還價了 三分兩次 還不怕上帝生氣 這時候他沒有討價還價 什麼話他沒有說 就把羅德給帶上了 那是愛心 他敢給 你敢嗎 你這有敢給的 上帝敢給你的 上帝有給你的 你不給 不給就拉倒 上面也不給了 信心的功課 就是這麼奇妙的 所以 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們都知道 這個重點不在於明白 這個重點在於實踐 到底我們知道了 你真的相信施比受更為有福嗎 你真相信嗎 我方法你相信 如果你真的相信 那我要介紹你 現在有一個神學院是很滿缺心目的 他的第一點是在北加州的聖和西 名字叫做基督公門神學院 但我們是憑信心過日子的 施比受更為有福 這是事實的 你們教會有教會的需要 那是一個敢在信心當中 敢祝福別人的 神真的祝福他 因為神喜悅這樣的信心 因為神親自應許 施比受更為有福 有人做過這樣的調查 大概是兩年前吧 美國跟英國有兩個獨立的機會 我同時做一個調查說 金錢可不可以讓人快樂 如果這樣問你 你覺得會不會 會嗎 都不敢回答 會還是不會 當然會 一定會 如果你回答不會 我就很喜歡你做我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金錢不會讓你快樂 我可以幫助你很快樂 毫無疑問的 我立刻就可以幫助你 對 金錢可以讓我們覺得快樂 那現在再一個問題是 金錢 花在自己身上 會讓你快樂 跟花在別人身上 跟你沒有什麼特別關心的人在身上 也會得到快樂 哪一個快樂比較長久 是給自己呢 還是給別人 給別人 啊 那我看見誰呢 對 你再給 完全正確 那這樣子 我甚至願意幫助各位很快樂 我非常不非常樂意的 這是實驗的結果 是真實的 為什麼呢 不曉得 反正這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 他是研究一個事實 做一個推通調查 他們發覺說 他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不管是吃也好 喝也好 享樂也好 買東西也好 不管怎麼樣 反正用在跟自己有關的事情上 那個快樂 真的是快樂 但是快樂很短暫 過一陣子以後 他覺得說 他忘記了 他覺得要再尋求另外一次的快樂 所以他再去買東西 如果不是這樣 所以Shopping Mall早就關門了 這是人的本性 人不知道 很短暫 確實有快樂 所以才有什麼Shopping Spree 哇 他就很高興 然後第二天很depressed 因為 為什麼買這個呢 先生又討 又囉嗦 太太又囉嗦 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便宜啊 結果 買很多便宜的東西都沒有用 你家的東西 很多東西買過來 從來沒用過 有男家沒有這樣東西呢 沒有 但是你當初怎麼買呢 你覺得很好 買的時候很快樂 哎呀我今天又便宜了 又賺得便宜 其實你了掉了 你捨了兩塊 兩到十塊你都不知道 但是人就是這樣 你買東西 或是用錢在自己身上 你會覺得很快樂 很短暫 你用在別人身上 那種快樂 可以很長久 這是事實 是他們的研究 調出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真是非常願意 幫助你們 長久快樂了 神要我們能夠體會這樣子 所以神說 施比受跟我們有福 是千真萬確的 那就看你的信心 看你的悟性 看你的智慧 能不能看見這樣的事 不要誤會我意思 不是說 我們把錢都善進加太 不是那個意思 因為神 讓我們 也可以有自己的責任 但是 這過程當中 神要我們做一個好的管家 你可以做得到 所以 亞伯蘭 是一個敢給的人生 神說你把羅德帶去 難道他不知道這個孩子 有一定會給我麻煩的 那你帶他 你帶他 你帶他 我想 我們有信心的人 在神面前 趕勒勤勤來 來跟隨 神就有極大的祝福 我就想到我自己 的例子 對不起 我再多講一點 我一個女兒 女兒是老大 第二個是兒子 在當時 他們說 這100分 因為姊姊比較照顧弟弟 所以剛好 男的女的都有了 還第二個孩子的時候 那時候用的是 一種 避孕內置的裝置 避孕失敗了 那種機會本來很低很低的 他不管怎麼樣 既然病人失敗了 去檢查 才發現喔 懷孕了 因為不曉得 原來就是非常安全的 過了一陣子 過了好一陣子都沒事了 不管怎麼樣 去醫院檢查 醫生說 必須要立刻取出來 趁早要取出來 所以取出來之後 醫生說 這個整個過程呢 看樣子 很可能會動到胎兒 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如果這樣 他建議當時 立刻就做人工流產 反正 才出奇 很容易了 不是很困難的事 但對我們來說 有點困難 因為生命處於上帝 我們不曉得將來是 殘障 萬一生不足 如果神 要讓他留下來 神也會供應他的 成為幫助我們的 我們也都願意 他回來跟我這樣講 我們當然也信任同意 若出於上帝 他也是一個寶貴的生命 應該留到的 所以我們就留著 這是不容易的信心功課 因為要九個月的時間 要七八個 八個 七八個月的時間 但很想孩子生下來以後 很聰明 非常英俊 沒有殘障 什麼工作沒有 據他們說 兒子長得比我硬頸蕭蕭 要比我硬頸蕭蕭 不是很困難的吧 他很聰明 真的非常聰明 有些時候 神讓一個腦筋 有個特別的恩賜 你真的是沒辦法想像 他五歲半的時候 修改我Basic電腦的程式 大家知道他到什麼位置 那個程式是用英文寫的 我不曉得他怎麼改法 人腦筋像黑兒子 我都不知道 反正他的數理概念 他的空間概念 他的變圖能力 很特別 因為同樣是孩子 你跟他講一個 他立刻就懂了 跟姐姐講 小孩子 這東西超過他的年紀了 所以五歲半就修改前 是怎麼樣弄來的 我不知道 如果當時我們聽醫生的話 根本就沒有他了 而且如果這樣做合理嗎 非常合理 就醫學上來說 醫生是有道理的 因為總是有那個機會 可能變成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個殘障 我們得一輩子照顧他了 或是給我們很大的痛苦 那是可能的 但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如果真的 真的憑信心在上頭 神有祂的祝福 那是看我們並不願意 雖然短短的六年 但是我心中很感恩 那六年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屬靈上的道理 透過這個六年的生命當中 有很大很大的造就 如果不是這個孩子 我沒辦法體會很多的事 其中最大的事 如果說我們認為說 上帝愛我們 我也愛這個孩子 他離開的時候 那種痛苦是 沒辦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一個黑髮 事實上我那時候 那麼年輕 送走一個馬上要滿六歲的孩子 那種傷痛很難去描繪的 是難過的事情 但是 如果說我們愛這個孩子 能超過上帝愛我們嗎 當然不會 所以對我來說 也有另外一層多的體會 如果神不吝惜他的兒子耶穌 為我們都把兒子耶穌捨了 我孩子不過出了意外 三天就被主接走了 那那個痛苦 短短的三天 他所經的磨難也沒有 也沒有 他實際上沒有什麼外傷 就這樣就被主接走了 一個手術 一個內疏學 手術沒有成功 就這樣就走了 痛苦也不是真的那麼大 但是我們的主是在十架上 那哪能相比呢 所以對我來說 又多一層的體會 不是嗎 所以我們願意盡力信心 神給我們的要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 亞伯蘭就是這樣 他說你把羅德帶上 他就帶上來 所以如果神給我們祝福 要我們也透過我們的祝福 能夠祝福到他的事工 他的百姓 你願意嗎 你的信心 能夠指引你做這樣的事嗎 能夠這樣想嗎 我們知道都施筆受功有福 但我們真的能照這樣來做嗎 我相信任何時代 神都尋找一個信德的人 來成就他的魅力 所以祝福人 就要慷慨的給 神是豐富的 如果不是亞伯蘭這些信心 我們今天失去了 所有的這些屬靈上的祝福 最重要的 要愛 他帶了羅德 這個頭疼問題 就是因為他有愛 祝福人就是要愛他 從我們周圍人開始 你注意看 這裡 神也沒有叫亞伯蘭去愛外幫人 所以這是要的 但是他首先第一個給他什麼考驗 他自己最親近的人 是他的姿子 我相信你在教會裡面 在家裡面過了基督的生活 最難的是跟你不相干人相愛 還是跟你相干人相愛 你越親近了 越不容易 那是自然的 因為那是我們的責任 那也是我們的享受 都是如此 如果在上頭不能得勝 我們不要捨言說 我們要去為主 搶救靈魂 我們要去那邊宣教 這個段落都很好 但是至少它是第二步 在你周圍的人 如果你要祝福他 就是愛他 事實上神選召我們 讓我們能恩得救 就是要讓我們愛我們周邊的人 這樣講對嗎 原諒我這樣說 我稍微講重一點 通常我的口氣不太重 念慕者 通常要比較溫和 如果是步道家 就會講比較嚴厲的話 讓我稍微講重一點 今天全世界的福音派教會 是見證剛強有力量嗎 還是見證普普通通 還是見證很軟弱 各位以為如何呢 我再給大家一個數目次 昨天前天晚上 我剛剛趕完一篇文章 大前天晚上 因為白天工作很忙 所以文章都不去三天半夜再趕了 這趕完的文章 我的題目是 年輕人可有夢 你們要看五月份傳揚會出來的 年輕人可有夢 這個題目什麼意思呢 我先破個題 文章裡面這樣說的 加上標例以後 至少有三種路法 年輕人 逗點 可有夢 問號 這是像年輕人說的 年輕人啊 你有夢嗎 你有沒有夢呢 有夢喔 第二個讀法是 年輕人可有夢 問號 這個可能是像的 不是年輕人說的 說他們年輕人 有沒有夢呢 這一代的年輕人 有沒有夢想呢 第三個 年輕人可有夢 驚嘆號 這是向著所有人說的 說只要是年輕人 都可以有夢的 他們可以有夢 而且我們要幫助他有夢 我們 可能覺得不在年輕人 要幫助他們有夢 我為什麼會寫這個題目呢 大家知道最近 有一個叫伊斯蘭國 很厲害 對嗎 很令人 毛骨悚難的 但是 說實在 我現在因為必須選平衡 常常到關心國際的事情 發展的時候 我想 伊斯蘭國 你不用擔心 它不是很可怕的 只是我們覺得 心理上覺得是 不寒而栗 又是割喉 又是火刑 又是淹水等等這些 那是可能是很可怕 但伊斯蘭不可怕 其實伊斯蘭甚 極端的伊斯蘭尤其 是軟弱無能的 這在上一次 再上一月 我寫了有關 查理周刊 大家聽過了嗎 我題目叫做 非查理不可嗎 那是我上一期的題目 我的意思就是說 查理周刊 所代表是一個西方世界 對言人自由的一種圖騰 強調到一個地步 拿來對他們 像極端伊斯蘭 伊斯蘭就是 要回歸到一個 一個很基要派的 極端伊斯蘭族 我說這兩個 都是軟弱無能的 我就不再相信都講 就請大家去看的文章 如果有興趣 極端伊斯蘭是軟弱無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極端的伊斯蘭 他沒辦法 達到其他的 所謂伊斯蘭的一個敬重 大部分呢 溫和的伊斯蘭 不會接納其他伊斯蘭的 他沒有能力 他沒有辦法能力 帶領整個伊斯蘭 如果有一天 回家要復興 絕對不是這個支派 這個我可以斷言的 更何況 他只有區區了兩萬人 你說伊拉克的軍人跟警察 加起來就一百萬了 光叙利亞的叛軍 加起來就超過十萬人了 這兩萬人不算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很多國際複雜的政治儀式 我在這裡怎麼講 平常一講 今天如果說美國 或者西方社會 決定說我們要攻打伊斯蘭 伊斯蘭大概在兩年之內 就會被消滅掉 但不會完全被消滅 那至少不會像今天這個情況 所以那個我不是很擔心 但是伊斯蘭有一件事情很特別的 他這兩萬人當中 有三千四百名是西方的年輕人去參戰的 這個我倒是覺得要讓我們很擔心 為什麼年輕人 三千四百人就是生活在澳洲 在法國 法國人最多了 去了一千兩百人 德國人也去了滿多了 大概六百人 比利時也去了六百人 比利時比例很高 美國去了大概兩百人不到 加拿大去了一百三十人左右 這些人都是在西方很自由很富裕 他不一定很有錢 但是他是受過相當教育的 這些年輕人 為什麼他們都去呢 為什麼他們可以吸引到這些年輕人 可以有個理想 雖然這個理想很激進 跟著相對還有另外一個消息 促成我要寫這個文章 美南進行會 昨天跟牧師在聊天 牧師到現在還是美南進行會的傳教師 美南進行會有一千五百七十萬的會友 是全美國福音派教會當中最大的中派 到今年為止 他們連續七年的人數下降 下降比例很少 減少百分之二左右 不是很高 這是警訊 連續七年再下降 但最近令人擔心的是 去年 前年應該說差不多不到兩年前 2016年的數據 從17歲到27歲 年輕人受洗的比例 他們整個有四萬六千間 大概四萬七千間左右 四萬六千多一點的教會當中 大概有將近三萬 我忘記確實 大概將近三萬四千間教會 沒有任何一個 十二歲到八十七歲的 年輕人受洗 這樣表示 在過了幾年以後 他們這個年輕人就斷層了 在地節 甚至沒有了 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對照 一方面這麼極端 聽起來不寒而慕的 或者很厭惡的 這樣一個機構 一個組織 可以吸引到年輕人 去賣命 他都可能 反而是這麼好的信仰 這麼教會 年輕人 到哪裡去了 年輕人 應該有夢想 年輕人 有夢想 我們有祝福 咱們可以幫助 我們的年輕人一帶起來 從我們周圍的人開始 這是不容易的 我們的後代 所以我昨天碰到兩個 Pester Jim 我滿稀奇 很感恩的 能夠有這種年紀 在教會當中侍奉 那是很難找得到的 你們一定要珍惜這個事 一定要聽聽他們的聲音 看能不能幫助他們 讓教會才有前面的前途 今天禮到任何教會 要找這樣的人 也說連花大把錢 就不一定能找得到 因為就是沒有人 所以神呼召我們 要祝福人 從自己的生命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生命有限 我們生命很短暫 所以 能夠愛的時候 就要盡量愛 能夠給的時候 你就盡量給 因為太多東西 你帶不走了 你不可能帶得走 有些東西 是怎麼樣你都丟不掉了 所以如果你是聰明人 你就知道該留下什麼 該給住什麼 那些永遠留不住的東西 你也留不住 你就是說我留給你的後櫃 他也留不住 因為只要你留不住的 沒有任何人可以留得住 但是你可以留得住的 任何人都可以留得住 所以你要想清楚什麼事 神要你真的揣摩 雅伯賴會這麼感動我們 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要愛 我們要去給 只要你還有機會的時候 你就愛 我就記得我孩子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五歲他不肯上幼稚園 因為他很聰明 剛才講過了 所以他去上幼稚園的時候很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他都懂了 那時候他五歲 大概我估計 他大概到小學二年級 三年級的程度了 最起碼 他所有那些天文 地理 科學 數學 差不多小學二年級的程度 我們也沒有特別教他 因為這是真的 我到現在為止 完全相信 神藉著這個六年的生命 要幫助我們家 特別是幫助我 鍛鍊很多 神是正確的神永恆 我們的觀念 所以當時我們沒有要他的 因為失敗 但是打過之後 我覺得神要放在門當中 我們也沒想到 是那麼短的時間 因為他很聰明 所以每天要上幼稚園的時候 是很痛苦的事 因為他話很多 我話不是那麼多的人 該我講的時候我會講 不該我講的時候 我是一個人 算是安靜的人 我師母是一個喜歡講話的 我不是很聽話 但是也不喜歡講話 所以 因為他到了幼稚園 老師一講那麼聽 老師我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有發表意見 他有發表意願的這種意見 這種欲望 那老師不能讓他發表意見 因為他不是老師 老師有責任的地方 所以他一講 其他孩子都不用講了 所以老師叫他閉嘴 有時候老師講得稍微錯了 老師你講錯了 他的小孩子還很天真的 他天文地理 他都知道了 你就問他說 包括台灣 台灣有幾大山脈 你有沒有從台灣來知道 你都不一定知道 台灣有五大山脈 中央山脈當中 台東海岸脈過來靠樓 這個他都知道了 所以老師一講稍微講錯 老師你講錯了 所以 老師一方又很喜歡 一方又頭疼 一方又很討厭 因為如果弄他弄太多 其他家人很抱怨 你每天上課都搞那個孩子 我的孩子送去去 做什麼用的 所以他很痛苦 每天 他正式把他推上那個 幼稚園的車子了 每天都要哭 我現在很難過 怎麼辦 後來 跟師母商量 你辭職在家裡照顧他 昨天講過 我去那學校 我薪水已經可能要半了 那 兩個人家起來 還不到我一個人 當初我一個人的 如果他現在辭職 我們說怎麼過生活 那時候我住的宿舍 只有酒瓶 一家四口 酒瓶的房子 現在想起來 那時候還真的是年輕 真的是不怕吃苦的 如果神再去 或許會再來一次 做一樣的工作 好 結果師母辭職了 辭職又再過來陪他 他立刻快活得不得了 因為他可以 他什麼時候會懂得看書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讀書給他聽 一讀過 因為常常讀嘛 他一頭一看 他怎麼學會 人的腦筋也算很奇怪 他什麼時候學會 簡單的一些去閱讀 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他每天都自己看書 還要發明氣息 後來有一次 陳希臻教授 弟兄也是編了一本 宇宙字多少 那時候還有九大行星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很多 第九行星已經被除名了 當時有九大行星 從水晶基金一直打到冰光星 他把其中電話星跟台灣星順序給弄反了 有一天他在那讀書的時候 他說媽媽這搞錯了 媽媽說不會吧 人家是教授 這弄錯了 我說等爸爸回來 問他好了 我回家看 平常你 看了個插圖 你平常沒有去注意到 他看到 果然那兩個是搞反了 那年他四歲半 所以 回到家裡 他自己看書 他愉快了 那 孫母就在家裡陪他 孩子很單純 第二個禮拜 說媽媽 你回去上班 我可以自己了 你知道 那麼簡單 你辭職以後 人家很快就地補了 你回不去了 怎麼辦 所以就在家裡陪他 那一年 真的是愉快 以前每天都哭哭啼啼 那天 哇 每天在家裡做project 每天在家裡做project 我還為他做一個 觀禮牆 那時候我住在觀禮基督書院 從頭看過去就是 洪燦的觀禮道牆 那時候觀禮道牆很出名 剛地勢那種結構 就造了地座橋 所以小拜課上有介紹 他每天都在研究那個橋 說爸爸 我們來造一個橋的模型 我們來造橋 好 那時候年輕 下午班回家 用石板做一個橋 七上一次 看起來跟那個 觀禮橋差不多一樣的樣子 坐好 哇 很高興 要吃飯了 他們說 趕快來吃飯了 他不是 突然間說 爸爸你搞錯了 我搞錯什麼 他一看 他說 你的引道 轉錯方向了 你知道那個 教的道是這樣子 交交叉 欸 我去看 蛤有嗎 他拿那個書地子 你看 這裡 桌子你搞 又轉去了 你看 還真是真的 他搞對了 所以他說 他愉快的苦難 那一年 真是非常愉快 每天在家裡 他愛做什麼事 反正 那麼小 你也不用他學太多 而且他學的已經太多了 每天過了 非常愉快的日子 我們當時 完全不知道 那是他生命當中 最後一年 那你說值不值得 因為 我的聖母辭職 生活就更加辛苦 因為錢真的是不夠用 本來就不是很夠用了 像一個人不上班 那就更不夠用了 可是那個快樂 這也不是錢可以買得到 完全買不到 當時也不知道 那 本來一年之後 我們要出國 Greenham College 就是格力漢牧師的 格力漢中心 在Greenham College 給了我們一筆獎金 是兩萬美元的 他一辭職 就泡湯了 當然 因為那是給學校的職員 你一辭職 獎學金的名貴 就必須給別人了 所以 不僅是薪水少了一個 而且 兩萬美元的 獎學金就沒有了 但你想 兩萬塊錢 跟一個生命的 滿足跟快樂 能相比嗎 能比嗎 怎麼比呢 只有愚蠢的人 才會做這樣來相比的 神保守我們 當時我們不知道這個事情 只知道說 孩子這樣不是辦法 我們 再辛苦都可以過很好的日子 那一年 真的是非常愉快 我如果說那是 我一輩子當中最愉快的一年 大概也不為過 我想神 給我們帶領我們 都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以為說那是很大的損失 我跟同志說 哇 這個損失很大 就我在那看 真的是很大的損失 可是今天回頭來看 我損失什麼呢 我沒有什麼損失的 如果說 我當時沒有這樣子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 假設 那時候一定每天這樣哭哭啼啼 每天這樣看得痛苦 到後來 神時間到了 把蠟雞離開世界 你想那時候我們心中 會有多大的愧疚 那神沒辦法彌補 不是嗎 神非常憐憫我 我沒什麼 當時事情很簡單的 對神心有體會 什麼比較重要 亞伯拉恩75了 很辛苦 但是我們的時間 生命都短暫 我們可以給的時候 就可以給人 我們可以給人 祝福的時候 就可以給別人祝福 我們可以愛人的時候 可以愛神的時候 我們就愛他 這個是沒有可以取代的 我想你的生命也是一樣 你的生命跟亞伯拉沒有兩樣 所以神感動你 你要將你的時間 要將你的恩賜 要將你的金錢 要將你的一切 你願意獻給神的 沒有一樣會失落的 只要你願意 那是我的人生 那是神呼召你 祝福你 很重要的目的 你一定會得著的 這不是我說的 因為那是上帝的旨意 我們來禱告 祝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 透過你自己 夫人亞伯拉罕 這樣的見證 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心中 這樣的感動 我們感謝你 我們真的也是門願的人 我們是曉得的 因為我們藏過你天恩的職位 我們知道那是美善 所以如果我們心情不足 如果我們一時忽略 一時忘記 主還是懇求你 再次提醒我們 在當中 我們再來傳聞我們的心意 好像我們的心意 真是可以得滿足 但更重要的是 讓你自己的心意 可以得滿足 因為呢 也為我們捨身流血 為了就是讓我們的生命 得更豐盛 甚至連獅子都缺食人餓 但是信靠的人 一切好處都不缺 所以我們如果有掙扎 肯求你給我們信心 如果我們忘記了 我肯求你給我們愛心 叫我們在信心 在盼望 在愛心上 都匆匆祝福 饒免得滿喜 祝福我們當中每一位 無論我們現在在什麼光景 主都能夠能夠恩典的祝福 願我們活出這樣恩典的養飾 在我們一生當中 主不用你成為真正的滿足 祝福我們每一位 祝福我們的家庭 祝福我們的教會 主在這樣的世代當中 成為你自己恩怨出口的器皿 能夠祝福這位人 討教你的道 希望 討教人可以一同蒙受 那從天上前倒的祝福 在祂的身上 祝福我們 謝謝你 隨便我們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要不想要操憂的時間 謝謝你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